现在随着保利尼奥回归恒大,恒大在后腰位置所需要面临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。 保利尼奥回归之后,他肯定会占据一个主力后腰位置。那么,另一个主力后腰位置,就要面临多人竞争。首先,之前的主力后腰古德利离队,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。古德利本身在恒大后腰位置发挥一般,而且他受制于足协三外援政策限制。 根据足协外援相关规定,一个球队只能有四个外援注册报名。这其中外援在比赛中首发人数是三个。两大新元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,占据三个外援两张首发名额。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第三张外援首发名额将会给前锋线上的高拉特。 那么其余恒大外援要想留在队中,就得竞争第四外援名额。古德利因为位置跟保利尼奥重叠,很有可能第一个出局。金英权在接受韩国媒体专访的时候,也是表明自己未来将去欧洲五大联赛效力。 这一马和阿兰将竞争第四张外援名额。除了古德利因为保利尼奥加盟离队板上钉钉,恒大也有很多本土后妖球员,也将因为保利尼奥加盟出场时间难保。 首当其冲的就是本赛季一直被边缘化的徐欣。徐欣在本赛季因为伤病一直在恒大很难出场,他现在已经可以伤与复出,以一个健康身体状态代表恒大出战,却又发现自己在恒大已经没有了位置。 保利尼奥回归之后,将占据一个主力后腰位置,然后,另一个后腰位置将从郑志,黄伯文、廖立生决出,郑志是恒大对魂和老大哥,他肯定会在后腰位置得到稳定出场时间。 黄伯文和廖立生则是因为,可以同时踢右前卫和后腰,会在球队出场时间竞争上占据有力位置。 所以,徐欣在恒大的位置,就变得非常尴尬了。徐欣曾被视为未来,可以挑起恒大后腰大梁的中山代一哥。 只是,即使政治慢慢减少出场时间,廖立生与黄伯文这一两个赛季,也是球队的重要轮换人选。 所以,在这种情况下,徐欣在恒大获得稳定出场时间,可能性就非常小。 摆在徐欣面前有两条路,第一就是选择继续等待机会代表恒大上场,第二就是像王上元一样租借离队转会,先去别的球队效力保持状态。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,这位能攻善守的后腰、蔚来或租借加盟武汉卓尔。 武汉卓尔本身后腰位置上就急需补强。 如果徐欣这样能力全面的后腰强员能租借加盟,这肯定会让卓尔后腰位置提升一个档次。 对于徐欣来说未来不管去哪能踢上主力才是最为重要的,希望徐欣能在未来找一个能踢上球的新东奖,给球迷带来惊喜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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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